金门县行大20号宣布查获一起侵害金酒商标案 查扣贴有金门高粮酒商标图样的开瓶器钥匙圈 磁铁贴等5000多件的侵权商品 并将许姓盘商等三人依照涉嫌伪造文书 妨害农工商罪移送金门地检署侦办 刑大表示金酒公司在8月初接到民众询问 是否有生产制造金门高粮酒造型开瓶器等周边商品 而让此见侵权案才曝光 金门县行大在接到金酒通报经过两个多月的搜证之后 专案小组成员来到特产行上游仓库执行搜索 将证明许姓盘商约谈盗案 警方是在7月间接获民众报案 指称有人在贩售金酒周标商品未经授权 经过两个多月的搜证在10月底的时候 查获许姓盘商等三人涉嫌违反商标法 经全案移送金门地检署侦办 警方在这里呼吁民众不要贩卖未经授权之金酒商品 警方总共查获的数量既有5000多枚 那经许姓盘商的笔录 它是指称说是跟大陆定制 然后货运回台湾再转运到金门 经行大侦查后表示 许姓盘商等三人 将金门高粮酒商标标签图样 寄到中国由当地厂商代制作 再将成品寄到台湾转寄回金门 铺货给地区的特产行 一品店还有摊商等等 每个售价大概是100元 售价大概都在100元上下 这是经过民众购买之后 然后向金酒公司查证 确实不是属于金酒公司的周边商品 目前金酒已经提高 警方表示这批商品 没有经过金酒公司授权 又使用金门酒厂 金门高粮酒等字样标签 而这部分涉及伪造文书罪 和妨碍农工商罪 将涉案三人及扣案物证 移送金门地方检查署来侦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